家里的碳合金不多了 先来火山挖一波 还是老规矩 我来放水刀蓝图 让小梦和阿里两个人挖碳合金 我们现在地图里呢 一共是有三个火山 把它们都挖了吧 经过两天的忙碌 我们也是把三个火山成功挖空了 我身上都有一组多的碳合金了呢 然后呢我算了一下 小梦身上三组 阿里身上四组 我们这次出来 一共挖了八组的碳合金 再加上家里的 九组十组没问题 应该够我们用到生存完结了吧 小梅块也挖了超级多 回来正好当燃料 而且做火箭弹还需要呢 接下来就回归我们的任务生存 下一个任务是打三龙了 之前盖房子的时候呢 我们是抽空振振地 养养牛 也是没有落下 所以现在三龙的材料都已经差不多了 五金也挖完了 我们直接凑一凑 做成一个混乱号角 现在版本更新了 这个号角都变样子了 而且听说龙蛋也变样子了呢 走吧来看看 哇 这个龙蛋现在长这样了 正面有一个眼睛 还是很炫酷的 现在的形状已经不像个大了 倒像是一颗紫色的大宝石 跟远古之石这个名字 是越来越般配了 召唤 再打败三龙 星星被我拿下了 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兴高采烈地过来打罐子 拿了之后才发现 哎 这个任务为啥没完成啊 我明明已经召唤了三龙啊 后来呢 我也发现了 我们打完三龙之后 这个远古之石就变颜色了 变成棕色的了 然后它这个任务栏里面呢 显示的也是棕色的 所以刚才召唤的那个紫色的 应该是不算数的 哎 真倒霉啊 你说说 偏偏就版本更新 让我碰上了 还得再打一边三龙 又得再收集一边材料 不止一个呢 小梦做任务还得需要一个 哎 不过这次我发现了一个刷矿石的好方法 那就是利用游戏里面的这个起床buff 有5%的几率 可以把一个块变成三个块 看吧 这就给我爆了 这个呢 也不算是bug 因为这是游戏里的特性嘛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快速的刷出矿石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缺矿了 农作物长得有点慢 接下来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爸爸机 把几只小羊驼困在里面 然后下面放上四个漏斗 再连上箱子 这样他们拉的爸爸 就会掉到这个箱子里面了 我们想要用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去了 这期间呢 我们还顺便搬了拨仓库 把之前小房子里还有外面的大箱子 全部都搬到我们新房子里面了 放在了门口两边 这个地方呢 比较近 比较好拿 箱子真的是物资太多了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光那些什么碎石 半砖 还有小石块什么的 就一大堆啊 所以在外面建了一个临时的垃圾桶 用来回收一下这些不要的垃圾 仓库全部搬完之后 再把原先这里出生点的小房子拆掉 这个小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而且呢 还特别阻挡我们来回农场的路 所以干脆把它拆掉吧 弄完这一切呀 核酸式把两个三龙号角的材料收集齐了 直接来召唤 这次好了 直接能完成任务了 再打败它 我的炼星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没想到这个星星还是我的 这个生存运气不错嘛 来来来看一下 这种做完全部任务的感觉 真是太爱上了 下面的任务呢 就是蒙眼星的了 哦对 不急 先把这个罐子打了 然后呢 再让小梦召唤一次 这样他就能完成他的三龙任务了 鉴于我已经抢了两次星星了 所以这一次的星星 我们就让给小梦吧 好了 那这个罐子呢 还是得我来敲 我的妈呀 光这个三龙罐子 我就打了三次了 我们家里什么都不多啊 就是这个恋眼断剑 多的不行了 足足有六把呢 三龙头有三个 二龙头呢 有两个 还有一个翼龙头 之前是用来做二龙蛋了 所以没有 太壮观了吧 我们这是打了多少条龙啊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蒙眼星任务啦 帮你 不让我放入